球季的第一場比賽之外 他們後續的連續八場比賽的三分球 單場的命中數都達到至少有十個以上 所以是在整個三分出手比重最多的 當然其中老將楊敬敏 從去年他在夢想家的場均13.4分 今年進步到了21.2分 幾乎就是本土最高了 我們來賽前聽聽楊敬敏的訪問 我覺得各方面都有影響到 我覺得最大原因應該是 團隊的影響力跟化學效應 比起上一季來說 我可能要承擔的工作部分可能比較多 可能今年在這一季國王隊 那可能我就只能很專心地做好 我應該做的工作就可以了 那相較這兩年的變化 那我覺得這一季我的隊友 我的團隊會比上一季來的更成熟 然後也比較有經驗 所以可能在這方面對我的幫助特別大 因為學生球員要進入到職業 那其實不管身心理然後技術方面 然後等等可能跟職業都有一些差距 所以那我覺得可能最快速的進步方式 就是要去多開口 然後不管是請教教練或者是請教 對你的一些資深球員 然後能夠讓自己早一點進入到狀況裡面 對然後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就是可能下著球場的一些生活 然後飲食等等 就是你要怎麼去照顧自己 然後讓自己就是從學生轉換到一個職業圈的心態 所以阿敏講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第二點他提醒小老弟的部分 他講到他完全不藏私了 就是你要多開口 另外你在生活的規律 然後飲食方面如何照顧好自己 這就是我們說的四關長 聽到其實蠻多國王隊的球員都有提到 敏哥在練習當中他的專注力 或者是說他對於這種小老弟的要求是不下於總教練 等於說在場上其實多了一個總教練去督促他們在練習跟比賽當中 也是國王隊之所以可以在上半季打出非常好成績的一個原因 對已經37 38歲的楊敬明依然失誓在球場上 而且他的得分今年堪稱是所有本土球員的表率 那今年球技21.2分之外呢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比去年提升了七個百分點 罰球命中率也達到八成以上 同時一場比賽可以傳出4.1次助攻別忘了 他還有一場比賽6.6個籃板球 敏哥可以說是全面的進化 那剛剛訪談當中也有提到 進入到國王的體系 他可以更專心的在攻擊端來為團隊提供火力 比起去年在夢想家 可能有時候還要分擔一些組織控球的責任 所以也是為什麼今年在整個攻擊數據上面 一個大提升的原因 沒錯